人切话题来看到 国内防疫规定持续松绑 中央宣布从11月2号开始 民众到KTV唱歌 可以把口罩拿下来饮食 不少业者赶紧动起来 进行厨房清洁 还有征实新工 另外停工将近半年的八大行业 在符合防疫规范之下 没有陪室的店家 预计从11月2号也可以复业了 另外有陪室的 则是16号开始可以开门做生意 中部知名酒店也都蓄事待发 开始在网路上征人 工作人员忙着把所有碗盘 统统拿出来清洗 半年来厨房停止营运 如今总算等到防疫松绑 11月2号开始民众到KTV唱歌 不用戴口罩还可以开放饮食 这样子是不够的 我们做好在比心来这样子 除了清洁环境 空荡荡的厨房也忙着备料进货 员工们对于可以逐渐恢复到 疫情前的营运模式都超兴奋 看到客人是一种快乐 听唱歌是一种享受 以前家人的话比较多 大概几成 KTV店员动起来 准备要迎接更多客人上门 除此之外 店家也赶紧真人 不足人力 觉得不方便的人还是不少 所以这样子的话 会大大增进他们来的意愿 除了KTV防疫规定再放宽 这回松绑也纳入八大行业 台中知名酒店的粉丝团 也再次出现真人讯息 就是要为了副业做准备 中央规定只要从业人员接种过第一剂疫苗超过十四天 而且第一次上工提出三天内快筛阴性报告 并且只能开放打过第一剂疫苗客人 没有陪室服务的十一月二号开放 有陪室的将等到十六号 由于申请副业细则 将由地方政府订定 业者们也期盼规定赶紧出炉 才能早日回复营运 这里是王文贴旋 台中报导